因为维德有东道组织力 再结合2011年维德也正值鼎盛状态 当时维德跟詹姆斯有差别 但差别没有那么大 就是他俩的真实实力呢 都是联盟前撒 那伙普遍认为这联系当中 第一人真说个人能力的话 不是詹姆斯就可比 排到第三的一般来讲没有争议 就是维德 维德也是能力超强当时 所以2011年属于是双头模式 他俩谁也没有明确 就是说自己要往后退一步 都感觉自己这是队内 也是说了算 双话是人 但双话是人难以持久啊 那肯定要报法内乱的 所以严丑的不行 这个弄个打法呢 全责不清晰 每次到了关键时刻致命一级 不知道到底谁打 互相见看 这么整的话 哪能行的 所以2012年维德呢 就引以为戒 再结合自己年龄也多少上去了 膝盖的脑伤 总是隐隐作痛 他感觉啊 自己如果在扛球队 最重的担子呢 可能说立有不歹了 交给詹姆斯吧 这个戒略棒 就交给自己的好兄弟了 这些位置俩人也是 情比金结 俩人生死莫逆啊 维德和詹姆斯 甚至很多东西不需要言语 你有些事只能是这种关系 才能办得出来的 一般关系办不出来 你比如说 詹姆斯不去维德的明人堂典礼 这只有是最亲密的关系 才能做出来 你要是但凡半亲不起 这事通常都不好做 为什么 半亲不亲可能就去了 抢你风头的话 那自己一笑 是不是 那其他人呢 摄像机造给谁 我又有能 有啥办法呢 但是你去明镜堂颁奖 我能不去吗 言语上说的能挺体面 挺正面 但实质上呢 其实抢了维德风头了 你关系要是一半的话 咱们自己就去了 为啥不去呢 替维德渗入着想 就我如果去了的话 摄像机造给我呀 你镜头语言各方面 当年在热火呀 我当时那会怎么怎么 主要赛期在发挥出色呀 带着球队前进呢 后来你一三一四有点拉了 这些东西不值一提了 舞台完全交为你 而且对待媒体呀 就是三间提口 也不做解释 自己宁愿被媒体 泼得一身脏水 你看当时媒体 怎么说詹姆斯的 啊你不去 你这看来是 这个之前不都说 你跟维德关系挺好吗 那你这个 跟维德也是表面兄弟呀 詹姆斯不做任何解释 为啥呢 没法解释 因为这个事啊 就是说自己为什么不去 因为怕抢了维德风头 这个话是绝对不能对媒体说的 因为一旦对媒体说 对于维德的颜面有所 自己扛下所有 媒体的指责 尽可能向我开炮 我就为了维德 我要忍受这一切 当年维德为我 扛下那种这个 呃 对那权力 那种 自己的 多少内心当中 也有一定的不敢呢 自己把位置让给我了 我这回要回馈维德 就是自己承受了一切了 当时你看詹姆斯 从来没解释这个事 为啥不去啊 不愿意向维德风头 但绝不解释 维德也有默契 维德是怎么有默契的 你维德也不谈詹姆斯啊 啊 就是维德当时 在明日上采访也尽可能少谈詹姆斯 他了解詹姆斯是出于什么原因来的 但是这个话詹姆斯不能讲 维德也同样不能讲 因为维德一旦讲了呢 那好像说自己脸面也受伤了 那詹姆斯来了 抢我风头 这话维德也不能公开对媒体记啊 就是这样 所以俩人就形成了一种 就是俩人可能说 都提前都没有沟通 因为像这种事 只能默默的做 双方不好当面讲起来 维德不好跟詹姆斯 你别来啊 你来抢我风头 不好讲 詹姆斯也不好跟维德施加掌量 我不能去 我去了抢你风头 这话只能是默默的做 心有灵犀一点痛 俩人啊 这属于是高山流水浴之业了 不需要言语 双方的默契达到这种程度 太罕见了 这种啊 这种太罕见了 你看当时那詹姆斯 是不是没有解释啊 他但凡是要是 耍点心眼诡计 那肯定解释 我怕抢战 抢维德风头 如何如何的 没有 根本就不提这场 就是人了 其他爱咋讲咋讲 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